相见地区道路笔直宽敞 由于非假日期间车流量低 往往车速较快 但若是发生交通意外时 经常发生找不到造势人车 因此必须仰赖路口监视器来进行追踪 由于瑞税地区幅员辽阔 居住人口较都会地区相对来得低 因此监视器装设较少 族人也认为有增设的必要 除了交通事故举证之外 在追踪垃圾随意丢弃的嫌犯 或是日前搜寻一位走失长者的案件中 影像画面也成为关键证据 而透过民众的陈情 议员也居中协调相关经费 进行态换增设 未来能够提供我们瑞税乡民 在我们乡内的造势相关的证据提示 也以利于我们乡民的安全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 能够完成开换以及增设 本次工程预计装设 10处以上的入口监视器 总计耗资200万元经费 预计今年底完工 原则捐资料被存入瑞税 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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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